今個星期港超聯戰報 先看黃三的李文 面對著暫列尾三的進風 遙線實播 中圈都未過 金言號就起腳 剛剛好凹死門將 進風65分鐘領先1比0 不過李文只用了兩分鐘就追平 保連路接應角球批入 又是角球又是頭錘 這次由徐宏傑頂入 李文在71分鐘反超潮2比1 入波子電腦複製貼上 張賢希開角球保連路頂入 為李文85分鐘贏到3比1 4分鐘後保連路完成帽子棄法 李文贏4比1完場繼續排榜首 轉看深職三的結智鬥港會 他們靠米基爾射入12碼 29分鐘領先1比0 港會用了兩分鐘就追平 莊文力右路出個靚波 李奧一空一射 31分鐘1比1 明加索夫頂個靚拋麥線 凹死門將 半場保持6分鐘 反超潛2比1 米基爾右路出波 早聯路加多腳 結智66分鐘鎖定3比1勝局 球櫃已經去到超過一半 六三的深水埗終於找到聯賽第一場勝仗 功臣就是尼高拉斯 6分鐘為球隊攻入第一球 有智利血統的他轉去左邊一樣找到機會 各球衝網頂入 深水埗21分鐘領先到兩球 流浪靠著角球追近 伊拜謙接應頂入 37分鐘追近成1比2 首長環被大炒0比9 深水埗今場一套呼氣 全取三分倒戈的門將梁卿傑都有功勞 拍走伊拜謙半傳半射的一腳 最大功勞當然是尼高拉斯 80分鐘冷靜射入空門 完成老子氣法 為深水埗鎖定3比1勝局 今季聯賽第一次揚歌 到看看六三的大步鬥東方 全場唯一入球去到原場前一分鐘才出現 陳少軍門前找到好位 街下頭錘 今季第四次攻入至勝入球 1比0絕殺東方 最後看看紅三的南區鬥香港U23 那波省中門尾彈出 趙聰白戒前加一腳 半場保時衛球隊開紀錄 此題分彭麗拿就對位置 右腳射遠處入 54分鐘2比0 艾華此傳此射 省中防守球員入網 56分鐘贏到3比0 加上後備入體的馬文正 80分鐘錦上天花 南區大勝4比0完場 都記錄了 最好烈的 極度指令